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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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章的15到18节 当我们提到时间或是光阴的时候 不知道你脑海中会想到什么 不论是哪一个民族 哪一个文化 我们都会发展出要爱惜光阴的教导 如何管理时间 做好时间规划的讲座 或者是课程 总是受到许多人的欢迎 圣经当中也有教导爱惜光阴的真理 不过圣经对爱惜光阴的教导 跟我们在传统文化 或是现代管理学 原理所教导的时间管理 有些原则是一样的 有些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今天要学习 从上界的眼光来看 我们为什么要爱惜光阴 跟我们如何爱惜光阴 五章的15、16节这样说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 行事为人要谨慎 因为我们如何行事为人 会显明我们是智慧人 或者是愚昧人 怎么样是智慧人呢 就是爱惜光阴的人 爱惜这个字 在希腊文原文有赎回 有买回的意思 光阴这个字 在这里希腊文叫做kairos 希腊文用来表达时间 主要有两个字 一个是kronis 一个是kairos kronis这个字的意思 是一段时间 可以是短时间 也可以是长时间 是按照先后次序排列的时间 而kairos可以跟kronis一样 可以指一段时间 不过在不同的上下文 也可以翻译成时机 指的是适当正确 或关键性的时刻 所以什么是一个智慧人呢 一个智慧人是懂得 平时好好运用时间 做有意义的事 然后在关键性的时刻 懂得把握时机 采取行动的人 前面这一点 我们的理解比较多 不论是知识的学习 身体的健康的锻炼跟维持 我们人跟人之间的 爱的关系的培养跟建立 都需要日积月累的功夫 有时候我们说30天减肥班 5天英文速成班 这些都是广告的噱头 没有错 30天的时间 如果我们好好控制饮食 规律的运动 的确可以帮助我们 减重好几公斤 但是问题是 30天过后 如果我们不持续的控制饮食 规律的运动 可能不到10天 我们减掉的体重 很快又回来了 那这个5天之内 我们有可能可以熟悉 100句常用的英文句型 应付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需求 但是如果我们要深入的沟通 我们要跟人有好的互动 那我们就需要每个礼拜 分别一些时间来 持续好几个月 好几年 才能够累积出足够的英文能力 能够选择每天持续运动30分钟 每天读30分钟英文的人 是爱惜光阴的智慧人 因为这会带来长远的果效 其次 智慧人是懂得把握时机 因为有些机会是稍纵即逝 错过这次机会 下一次同样的机会要再出现呢 不知道还要过多久 甚至不一定有同样的机会会出现 路加福音18章提到 当耶稣经过耶利哥城的时候 有一个瞎子听见是拿撒人耶稣经过 他就大声喊着说 大卫的子孙耶稣啊 可怜我吧 大卫的子孙耶稣啊 可怜我吧 可是旁边却责备他 不许他作声 这个瞎子 并没有因为别人的主子而闭嘴 他却越发喊叫说 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 因为他知道耶稣可以医治他的瞎眼 而他是一个瞎子 他没有办法主动的去寻找耶稣 请耶稣医治他 所以他一定要抓住这一次的机会 果然耶稣听见他的呼叫 夫妇人把他带到跟前 然后耶稣就医治了他的瞎眼 他可以看见 他的人生从此不太一样 这个耶利哥的瞎子 懂得抓住机会 在关键的时刻采取行动 而且遇见环境的拦阻 也不放弃 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怎么样的人是愚昧人呢 就是不懂得爱惜光阴的人 一方面是不懂得好好运用每天 所拥有的时间 做有意义 有价值的事情 另一方面呢 就是当关键时刻出现的时候 没有采取行动 以至于错过那个时刻呢 而感到后悔莫及 马太福音25章提到一个十个童女的比喻 这个十个童女比喻当中 有五个童女是聪明的 五个童女是愚拙的 为什么这五个童女是愚拙的呢 因为他们在等待新郎来的时候 他没有趁等待的时间呢 去多预备一些油 以至于当新郎延迟来到的时候 他们灯里面油呢 用光了 他们去买油的时候呢 新郎来了 聪明的童女带着灯呢 跟他们所预备好的油跟新郎一同进去 那新郎家里面的院子的门就关起来了 耶稣那个时代 犹太安婚礼的习俗是这样子的 当新郎入内之后呢 婚宴锁在那个地方的门就会关起来 一直等到婚宴完毕之后呢 才会重新再度开门 婚宴进行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人要求开门 负责 开门人就会回答说呢 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其他五个童女买油回来 已经错过跟随新郎一起进去 那个关键的时刻 他们没有办法跟新郎新郎一同享受 婚宴的欢喜快乐 这段经文提到一个我们文化 跟现代管理学没有提到要爱惜关于的理由 原因是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现今的世代邪恶 你同意吗 我们举一个现今世代邪恶的具体的例子 台湾目前毒品泛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很多人在学生时代就开始接触毒品 吸毒的年龄是往下延伸 从高中到国中 甚至到小学的高年级 那我们的孩子不知道吸食毒品的严重性吗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知道的 而且一开始他们也没有想要吸食毒品 但是那些贩毒的药头 现在把毒品制作成糖果 让人在没有戒心的情况之下 喝下饮料或吃了角克力 结果就昏迷不醒 任人摆布 这是一个邪恶的世代 我们从整卷以波手术的真理来看 我们是活在一个邪恶的世代 以波手术二章二节提到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 运行的邪灵 我们生存所在的世界 价值观有许多错误的价值观 会毁坏人生命 我们如果没有分辨的能力 我们照着今世的风俗去行 我们就会落入罪恶的挟制 跟捆绑的当中 所以我们必须穿戴起上帝 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 我们才能够抵挡魔鬼的轨迹 台湾这十多年来最严重的危机 就是道德价值的崩坏 我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 我们的课程要上生活与伦理 中学的时候我们要上公民与道德 可是现在学校的课程 小学只有生活没有伦理 中学只有公民没有道德 当今的世代邪恶 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采取行动 我们容让魔鬼继续透过错误的价值观 偷窃 杀害 毁坏我们下一代的生命 我们将来在基督台前 接受审判的时候 我们是很难对上帝交障的 以波首书五章十七节说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这节经文跟上面两节经文 是前后呼应的 糊涂人就是愚昧人 而一个智慧人就是明白主的旨意的人 当明白主的旨意为何的时候 我们才懂得在关键的时刻 采取正确的行动 一个智慧人就是明白主旨意的人 这一方面重申 以波首书五章十节 总要查验 何为诸所喜悦的事的含义 也符合旧约的智慧观 箴言九章十节说 敬畏耶和华的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智圣者便是聪明 有智慧的关键不在于我们的智商有多高 也不在于我们了解多少的知识 而在于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 我们可以活用我们所学到的知识 我们懂得在恰当的时机 我们采取对的行动 而这样的智慧是来自对上帝有足够的认识 跟愿意顺服上帝的引导 顺服上帝的旨意去行 智慧人懂得从他跟上帝的关系的角度 来思考各方面的事情 而且知行合一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有关世界经济趋势的分析 跟怎么样因运这样趋势的一个聚会 有两个从美国来的讲员 跟我们分享相关的主题 其中一个讲员一开始 他就先问了我们一个问题 他问我们说 一个人所能够做出最糟糕的财务决定 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题目 很多人就回答 有人说是负债 有人说是破产 最后讲员给我们的答案 可能会出乎我们大家这样的意料 他的答案是 我们一个人所能够做出最糟糕的财务决定是 我们赚了很多的钱 却没有为永生来做预备 这个答案你感到意外吗 这个答案你觉得有道理吗 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2章16到21节 讲了一个比喻 耶稣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 自己心里说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 怎么办呢 又说我要这么办 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 另盖更大的 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 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上帝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凡为自己积财 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 也是这样 耶稣说讲这个比喻当中的财主 从我们一般人的眼光来看 其实是相当成功的 他事业有成 他累积了许多的财富 而且他很聪明 他懂得未雨绸缪 他为他的晚年的生活呢 预备了很多的退休准备金 可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他并没有为永生做预备 我们人生在世呢 七八十年 或者是我们可以活到一百岁 或者我们像摩西一样 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 但是呢 一百岁一百二十岁 跟永恒比较起来 哪一个比较长 哪一个比较重要呢 当然是在永恒当中 可以去到充满了光明 平安 祥和快乐的世界 比较重要 懂得先为永生做好预备的人 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一个懂得先求上帝的国 跟上帝的义的人呢 才是一个真正的聪明人 所以优先次序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有个一跟很多的零 我把一放在最前面 后面每增加一个零呢 数值就增加十倍 这个有个零是十 然后两个零是一百 三个零是一千 但是如果把零放在一的前面 一的前面有零 零一 有两个零 零零一 三个零 零零零一 请问是多少 还是一 一的前面有再多的零 也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时间 跟光阴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优先次序非常重要 我们要先做最重要的事情 再做其他的事情 我们先抓住永生 后面的东西就有更多的意义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想过 有什么是 如果你现在不采取行动 不花时间去做相关的事情 将来要做可能就没有机会 或者是变得更加的困难 我们华人文化当中 有这样的感慨 叫做树欲尽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 这是鼓励为人的子女 要及时行孝 因为一旦父母过世 我们想要尽孝道 可能就来不及了 道过来是一样 当孩子年纪还小的时候 他们需要也愿意 父母陪伴他们 学习跟成长 我们为人父母的 就要懂得把握这样的机会 参与孩子的生活 积极地影响他们 因为当孩子长大到某个年龄 他们已经形成 他们自己的人生观 他们的价值观 到那个时候 我们才开始影响他们 已经为时已晚 有人这样形容 父母对儿女的赏位期 只有十几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握时机 在对的季节做对的事 当孩子长大之后 对的事情就是让他们 有更多的自由 发挥的空间 但是如果没有在孩子 小的时候 帮助他们建立健康 正确的价值观 长大之后 父母忧心他们做错 许多的决定 走上错误的道路 但是呢 当孩子成人之后 你才要试图影响他呢 这是四倍公半的行动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知道主在你身上的旨意 是什么吗 主耶稣对我们每个人呢 都有一般性的旨意 跟特殊性的旨意 一般性的旨意 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用 以佛所书的真理来表达 上帝对我们一般性的旨意呢 就是希望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然后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上帝的旨意是希望我们 活得像耶稣 好叫他荣耀的恩典 可以得到称赞 上帝的旨意是希望我们 跟其他的基督徒呢 在爱里面要合一 然后善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 来建立教会 上帝的旨意是希望我们 脱去旧人 穿上新人 活出真理的人意 还有圣洁 那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 特殊性的旨意 因人而异 上帝会因为我们这个人 有不同的个性 不同的恩赐跟才干 上帝让我们出生在一个 特殊的家庭 这都跟上帝在我们身上的 特殊性的旨意有关系 所以当我们明白 主的旨意如何 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 善用时间 把握时机的智慧人 不是因为我们很聪明 能够做正确的判断 而是因为上帝真的是有智慧 我们听他的声音做决定 我们就不知不觉 做了对我们而言 最聪明的决定 不过面对上帝一般性的旨意 我们经常会落入 我们要不要遵行圣经 真理的挣扎 我们会面对 不按着上帝的优先次序 而是照着魔鬼 透过今世的风俗 来更改我们生命当中 优先次序的试探 面对上帝特殊性的旨意 虽然上帝已经为我们每个人 写好了专属我们这个人 最好的人生的剧本 但是呢 我们要不要照着上帝 所写的剧本演出 却在乎我们自己的决定 我们的仇敌魔鬼 会用各种的方法来告诉我们 上帝我们写的人生剧本 写得不够好 上帝不够聪明 他编的剧不够好 魔鬼会提供 他的其他的版本的剧本 来邀请我们演出 他写的剧本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时间管理 爱惜光阴 把握时机 抢救机会 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因为遵行上帝的旨意 才能够善于我们每天的时间 帮助我们在时间的洪流当中 好好的做一个有意义的行为 不过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八节 发出一个痛苦的呼喊 他说因为励志行善 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们要遵行上帝的一般性的旨意 是具有挑战性的 因为要弃绝谎言 个人与灵舍 说实话 要除掉一切的苦毒 恼恨 愤怒 攘闹 毁谤 并一切的恶毒 还有饶恕伤害我们的人 如同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 饶恕我们一样 容不容易 非常的困难 还有更难的 什么呢 妻子要顺服丈夫 丈夫要为妻子舍己 难不难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难呢 我再加一点形容词 妻子要顺服 懦弱 不负责任 缺乏见识跟智慧的丈夫 难不难 丈夫要为喋喋不休 情绪殷勤不定 疑神疑鬼 没有安全感的妻子舍己 难不难 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 其实心里都知道 主的旨意是好的 我们按照主的旨意 行事文会带来好的结果 只是立志行善有的我 只是行出来有不得我 我真是苦啊 怎么办呢 紧接着以佛所书五章 十六到十七节的是十八节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那要被圣灵充满 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按着主的旨意去生活 我们信主之后 其实圣灵就已经内住在我们的里面 圣灵用真理来引导我们 感动我们 教导我们呢 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所以在这个属灵新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救人的生命 还是会非常顽强的抵抗 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 制使身体的恶行 因为立志行善有的我 只是行出来有不得我 我们肢体当中犯罪的势力呢 远胜过我们想行善的力量 是罗马书第七章的真理 但是如果我们依靠圣灵 我们可以脱离罪跟死的律 因为圣灵的力量 胜过罪的力量 有一次当我讲完道之后 有位信主几年的大学生呢 跟我分享他自己学习 随从圣灵引导的经历 有一次他跟他的母亲大吵了一架 他又生气又难过 他就冲到厕所里面去 他想在厕所里面向上帝诉苦 在厕所里面 突然有个念头进到他心里面 他知道那个是圣灵的声音 那个声音告诉他说 你要去跟你的母亲道歉 那是他不愿意去做 也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但是那一次圣灵帮助他采取行动 跟母亲道歉 跟他的母亲和好 另外有一次他跟他的同学聊天 他的同学提到 他跟另外的同学之间有一个冲突 那个时候圣灵又感动他 要为他的同学祷告 他觉得很挣扎 因为那个时候还有很多其他的同学在场 大部分的同学是不信主的 不过最后他还是顺服圣灵的感动 开口为那个同学做祝福的祷告 那个同学被祷告之后觉得很受感动 也采取行动去修复 跟他有冲突同学之间的关系 所以圣灵真的愿意引导我们 指教我们 而且加添力量给我们 好叫我们把握时机做对的事 让我们成为一个智慧人 愿上帝祿福他的话语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从地道教育我们 我们也要信他人道路 因为是未必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愿意引寻 祝福他的愿意引寻 祝福他的愿意引寻 祝福他的愿意引寻